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相信我 我这可是身在曹营 心在汗 那以后关系到我沐家的事情 你能不能和我商量一下 你知道这个事情你不告诉我 我是知道 用山下会长的话说 我还是大股东的 听说这杨沙修路特别好 我能大转一遍 你从来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你又在搞什么名堂 我这是为了帮你啊 正所谓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你要相信我 我这可是身在曹营 心在汗 那以后关系到我沐家的事情 你能不能和我商量一下 你你不会生我气了吧 那你准备怎么对付山下淳衣啊 你听 这会儿她正在骂我呢 她那个人诡计多端 知道你使坏肯定还备有一手 你要小心一点啊 放心吧 我的穆大小姐 来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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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绑紧了吗 方法 小长官 今天 我们的会长特意加派了人手 这一传的货很快就撞完了 就不麻烦你们了 先生 你们这是做什么 谁允许你们在码头卸货的 有通行证吗 通行证 这是谭司令亲口答应的货 谭司令不是都把仓库准备好了吗 这怎么还需要通行证呢 仓库是准备好了 但是从码头到仓库的这段路 需要通行证 没有啊 那不好意思了 把所有的货全部扣下 拉回司令部 等一下 等一下 小兄弟 我们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从码头到仓库 还需要通行证的 那你今天就见识见识吧 这可是谭司令的货 谭司令是有股份的 难道你们就不需要请示下吗 谭司令更应该以身作则 照章办事 拉走 小兄弟 你这不能说够就够 这可是谭司令亲口允许的呀 那你去找谭司令啊 谁答应你呢 你找谁呀 你跟我说不着 走 黄似了 小兄弟 一条 最大